台湾航一美创造出600亿的市场大饼 但除了颜值焦虑的爱美因素外 也有人是为了改运而羞羞脸 其中包括了耳朵整形 耳朵如果贴的话呢 它就不计反耳 其实这样的耳朵才又更适合业务 它在业务当中很容易 就是可能业绩做得很好 然后最后就当主管甚至会创业 耳廓突出包不住耳轮的叫做反骨耳 以面向学来说 这类的人个性独立奋斗 喜欢结交朋友 不少业务改运整耳 就指定要修成反骨耳 或是增加耳垂的厚度 因为妇人无受耳 耳垂有肉 那这样它会觉得财运比较好 那以这个手术来说的话 它可以考虑的方式 可能是一些自体脂肪的移植 或者是微整的话 就是玻尿酸的填补 以面向的黄金比例来分析 耳朵的阔度和长度的比例是4比7 耳壳的顶尖和眉心的顶尖要对称 耳珠底和鼻尖对称一直线 从侧面来看 耳朵要向后倾斜8到10度 其实眼睛的好坏 或是眼型的大小 或是眼神的一个好坏呢 会影响到它的田载运势 然后或者是它的前探 眼睛好 我们说桃花眼 或者是说它有带卧产的眼睛 那这叫做异性远好 看贵在眼 看负在鼻 眼睛明亮 桃花贵人自然来 鼻子高挺不歪斜 代表守才得利 只是改变面向 真能改变命运吗 其实命好不好 还是得靠自己努力 三星文将往前来信尼台北